放眼当今联盟 论阵容的豪华程度 没有任何一支球队 能够与荆州勇士相比 就算是坐拥三巨头的骑士队也不能 勇士如今的阵容深度 简直令人发指 库里杜兰特都是常规赛 MVP得主 格林与汤普森都是联盟球星 面对这样的阵容 哥谁都应该满足了吧 但是对于科尔来说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他们打算引进灰熊中锋 巅峰能够场 均20加10的黑熊兰多夫 勇士要逆天了 四巨头还不够强大 科尔有意引进20加10中锋 据美国媒体报道 勇士队今年夏天将继续引云 灰熊队的兰多夫与老将卡特 是他们的目标 我们都知道 勇士队外线体系 可以说是无比豪华 内线相对而言较为沉弱 这是他们的缺陷 如果他们能够得到 像兰多夫这样的球员 他们的内线阵容深度 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兰多夫是一名 非常有统治力的球员 身体条件十分出色 在篮下能够翻江倒海 作为一个灵活的胖子 他还可以成为 勇士队的防守大闸 守护勇士的内线禁区 还可以挡拆侧印 是非常符合勇士 目前的需求的 勇士要逆天了 四巨头还不够强大 科尔有意引进20加10中锋 追求兰多夫可不是勇士队的一厢情运 兰多夫已经在来联盟 征战很多年了 生涯至今都没有闯进总决赛 更不要说获得总冠军了 他对于总冠军的渴望 是非常强烈的 他已经知道 他当打的赛季 不会有很多年了 在如今的当务之急 就是找一支 拥有夺冠实力的球队 勇士无疑是头号选择 双方也可以说是各局所需 勇士要逆天了 四巨头还不够强大 科尔有意引进20加10中锋 相信对于科尔这个影员目标 联盟各队老板都会咬牙切齿 如今的勇士 可以说是一记绝尘都 除了骑士马次等队 能够与他搬一下手腕以外 其他球队 根本就难以与之对抗 可是就是这样一支球队 却还满心想着补强 他们绝对不愿意 兰多夫上赛季场 均能够砍下14.1分 8.2篮板的数据 情点勇士要逆天了 四巨头还不够强大 科尔有意引进20加10中锋 及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